東網巨星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鄭世豪 其實入行由01年入行開始 做到現在19年 對於我來說 新宣史其實是有的 不過自己的新宣史很快就不記得 因為每一年對於我來說 我都有進步去實踐自己另外一些工作的 每一年都有進步 無論到現在做歌手 演員或者主持 都是過得很開心 剛剛在一個19年完結 在歌手的身份上得到一些進步獎 所以這些新宣史對於我來說 有這些獎項去cover 我好像也沒有什麼新宣 其實有沒有放棄 這麼多年來做了 如果你說完全沒有想過放棄 沒有發生過一些自己很不開心的事情 就假的 因為很多時候去拍攝 或者自己可能在每一天 雖然跟我講自己每一年都有進步 但是可能在進步的過程裡 你一定有些跌一跌下來的時間 跌一跌下來的時候 誒 為什麼我又會做回頭 那我應該要怎樣呢 我不是應該需要去轉行 想其他事情 重新出發呢 那就很幸運 自己的心路歷程 比較幸運 很快又遇到一些東西 跌一跌的時候又有些高峰 我自己的發展 因為我自己一直都很喜歡唱歌 但是入了行的時候 其實有 開頭入行的時候 都希望是可以 可能由一個演員的身份 或藝員的身份 去轉化到做到歌手 不過就是 入了行頭幾年之後 就發現這個理想 他們自己越來越遠 所以變成了自己 01年入行的時候 都捉緊了一隻 都向演員為目標去進發 直到就 有個歌唱比賽 聲夢傳奇 就令到我真的可以 實踐到做歌手了